吃不饭 可以啦 走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吃不饭的张小叔 那一百一买来一小小的羊排 今天的伙食烤羊排 来好好的补一补 外叔里嫩看着的口水 好像就开始了 羊排一块 给他打上花刀 等下便于入味 这种羊排 43块钱一元也不便宜 切点洋葱 姜片 这里来准备一些香料 有沙姜八角 桂皮 花椒 小茴香 还有香叶 干辣椒 都说羊肉不放八角 但这里不是千顿羊肉 这里是烤羊排 要调一个白卤的卤水 先卤后烤 加水 给它泡洗一下 锅里加水 下香料 给洋葱姜片 给米酒 少来点盐 大火烧开煮10分钟 把香料被煮出 以后再放羊排 可以了 把羊排放下去 煮到七成熟 大概是20多分钟 这样吸引卤后烤的好处就是能去烧蒸香 同时能收取烤制的时间 真正达到外酥里嫩的一个效果 把它翻一面 来调个刷料 芝麻粉 辣椒面 白芝麻 黑胡椒 芝麻香油 刷烤汁 搅拌均匀 建议 在家 里面好嫩呐 马上小时候点缀一下 终于做好了 这边请大家来试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